奸商蜈蚣精 虽然是个妖怪 但是因为倒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所以三姐都不敢动你 现在我要找个东西 不知道你有没有啊 既然仙子这么了解我 需要什么说出来听听吗 听说有一种神灯 可以帮人寻找私底心理想要找的人 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有 阿拉甲神灯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高大上了 原本是如来佛祖阅读经文时的灯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流落环间 这神物下凡必有神迹 它是可以助你寻人的 仙子 原来你是要找人啊 没有 我就是好奇 你这到底有没有那东西 本来是没有 不过既然仙子求了我 我想尽办法也要帮你找到 明天到货来取吧 明天 虽然我已经等不及了 不明天的话 应该还能再等一天 神物就是需要仙子这样的主人 定金五百不限 五百 你 你不愧是个奸商 你请我愿吧 提前说好了 我来找神灯的事情 不能告诉任何人 像我们这种奶妹人 最讲究的就是规矩 不错啊 青霞仙子 您怎么也来了 为什么要用野 你知道我们这种生意人 最讲究的就是伶牙俐齿吧 接客的时候加个野字 这不显得我们门庭若市迎来送往啊 阿拉贾神灯有没有 你也要阿拉贾神灯 为什么又要用野啊 在商品前面加一个野字 这不显得紧俏吗 对不起阿拉贾神灯目前没货啊 没货 明天呢 明天也被预定了 这个野你又要怎么解释 就是被别人预定了呀 谁预定的让他退了 明天我来去 先到先得 这是我们的规矩 你们这的规矩是吧 可我的规矩就是 要么给我破 要么救你死 不要以为三件人都不敢动你 我就不敢杀你 杀了你 大家无非少了一个走私的渠道 没人会说什么 仙子既然喜欢 灯留下便是 何必这么粗暴呢 算你识货 这个定金是定你的头的 明天拿不到货 提头来见我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 贱人 你竟然敢出来见我 我告诉你 连一丝所有的活都我干的 害得我不得不下班来找你 还害得我 你怎么了 算了 不提也办 灯给我 我走了 慢点 姐也要这个灯啊 你也要 你要灯干吗 姐姐 我遇到了我的真心人 我要用这个灯去找他 要你别的事我也就让你 可你是为了臭男人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给我 给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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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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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的 我有办法了 我不卖了 我租还不行吗 你租几天 他租几天不就行了吗 给我 给我 我的 姐姐干吗一口一个臭男人 你被人伤害了 臭男人 离情别恋 建议私情忘恶负义 一边跟我女人 我们一边劝贷的所有女人 斑斑劣迹 人人都要处置 给我 既然如此我更不能让你去了 一个男人伤害你 你就要见到所有的人 如果你去杀了他 你一辈子都冒不了 找废话 你更不能让你被男人所骗 他不会骗我的 他爸说我紫行保健 他是我的命中的地 你竟然为了他完成三件男事 若他骗你 那岂不是更伤更痛 不行 我就算杀了你 不能让他上坛道 这样 至少我们两姐妹 都不是傻瓜 姐姐 给我 小姐姐 我都废了 就玩完了 谁呢 谁呢 哪个人在哪里 武神杀 你们还是会付钱的对吧 他弄坏的 找他 我看我要去武指山了 我才是要去武指山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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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 是不是悟空啊 老师 对 所以你跟您说 我采设 不用你 我去大便 把便宜都帮了 他把便宜了 哎呀 有些人都帮了 他把便宜了 也要是你 我先走了